今天是这个东西优惠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应该还剩了几个 剩了四种还是三种 我特别不想吃的 剩下的我们今天吃完了之后 基本上这个系列我们算 所有的它的口味都吃过了 那么我们今天来试的是一个 这个传统肉酱意面的这个味道 还有一个是这个奶油鸡配这个蔬菜意大利炖饭 当然还有一个是这个啊 这个泰式咖喱鸡米饭 这个还在锅里加热啊 那么我们另外两个是已经提前加热好的 那么试一下 首先是这个 传统肉酱意粉 这个我就一直想试试这个传统肉酱意粉是什么味 因为在国内经常可以吃得到这个肉酱意粉啊 感觉看看有什么区别 每100克369千椒 那么我们这个 你看这个图片啊 图片长这样 然后实际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唯一就没有上面的绿色蔬菜叶 就是 就是 意粉就是意粉 然后底下是 番茄酱的那种酱 它肉酱意粉啊 实际上肉性是很少的 几乎都是番茄酱的味道 不过这个感觉还是挺好吃 酸酸甜甜的 当然我觉得 嗯 国内有一个 意粉类的 我忘记叫什么了 那个沃尔玛有卖的 呃 但是它挺贵的 有一块这样的意粉 然后给你配了一罐玻璃瓶的酱 你把那个意粉煮好之后 把那个酱倒进去一炒 就是这个肉酱意粉的 那个好像挺贵的二十几块钱吧 那么一份 那个也味道跟这个挺像的 我觉得 呃 但是那个面条相对来说 不像这个能煮的这么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最主要的是 今天天气比较冷啊 外面只有七八度 在七八度的天气里 吃一个热食的话 怎么吃都觉得好吃 啊 这个一份还是不错的 我们把它吃完吧 吃完再吃下一个 下一个吃完 我估计那个 咖喱鸡就做好了 然后 它这个超市的优惠活动啊 都是一波接一波的 这个牌子的这个 呃 这个应该属于 一丁就能吃的这个饭 完事之后呢 旁边我发现 它结束之后 又有一个新品牌的 要打折了 不光这个品牌的 打完折也贵一点啊 当然我相信贵一点 也许会好吃一点 我们可以这个结束之后的 录那个 这个中国人会用筷子 这是个伟大的事情 因为你看外国人不会用筷子 它所有的东西 就包括面条都做的特别短 用筷子就可以吃了 然后说什么用筷子和 用筷子和那个叉子 优雅的吃意面 网上有这个教程 就是用筷子抵住那个盘子边 那个凹陷那个边 然后用叉子来卷 正好卷成一口的这样 我觉得 完全不需要啊 中国人用筷子是最方便的 然后 当然一面也分 也有一面的标准 还有固定的长度和固定的粗细 这个我觉得它的长度 肯定是不标准的 但是它方便食品 好吃最重要 好吃方便最重要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啊 这个奶油鸡配蔬菜 意大利炖饭 每100克430千角 看一下图片长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静止了一下 所以感觉上面平了 实际上我数了一下 这个东西竟然有六块鸡肉在里边 非常的 嚼一嚼就不一样了 就非常的实惠 然后这个泰式咖喱鸡呢 就坑坑了 绿咖喱鸡里边就三块鸡肉 然后 基本上全是饭 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 意大利炖饭里的鸡肉 看见挺大块一个 这个系列 涛生依旧系列啊 这个鸡肉都是没味儿的 那么我试一下底下这个 这个炖饭 可能是火大了 稍稍有点糊涡底 有点糊味儿 这个我应该搅一搅 不然的话也容易红 这个我还没完全解冻 这个冰 这个米饭还是一坨的状态 一坨冰的状态 两种不是一种米啊 不能放在一起吃 不过已经能闻到一点点咖喱的味道了 这个 吃得到一点点糊味儿 这应该是我 不是它的问题 应该是我造成的 蔬菜炖饭呢 里面蔬菜的量还是 就是 跟这个图片还是有点区别的 你看蔬菜里看 图片上看不到蔬菜 实际上它菜叶子还是挺多的 就有点国内那个蔬菜粥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蔬菜炖饭可以换个名字 叫这个生滚鸡肉粥 我觉得也挺稀奇的 除了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奶油味之外 生滚粥的感觉 那这里边的米呢也是 感觉也是这个 这个是我吃过的 为数不多的 意大利炖饭里 这米不夹上的 十分的好评 不夹上我就给予好评 因为正宗的 意大利炖饭里边 那个米一定是夹上的 很难吃 生滚粥 生滚鸡肉粥 快要吃完了 这个录这个视频也是挺醉的 为了在在它打完折之前 把所有的样都吃过 以前吃三盒 一顿吃三盒也是挺撑的 这个一盒300克 三盒加起就有900克了 将近一只烤鸡的重量了 关键是烤鸡 它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你是不吃的 包括它肚子里的甜料 这些都是要扔掉的 所以这个还是挺重量级的 完食啊 第二个也完食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到第三个了 我们看一下这炖的怎么样了 哎呀 这冰坨子还没画呀 那我视频暂停一下啊 不然的话这个时长又变得太长了 视频暂停一下 那我快点把它炖 搞好 那么最后一个搞好了啊 泰式绿咖喱 为什么没有鸡肉 它这个我印象里是看到是鸡肉啊 但是它词上没写泰式绿咖喱 绿咖喱饭啊 每一百克四百六十四天椒啊 感觉这个一个比一个热量大 看图片是这样的啊 然后煮出来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因为它有汁 但是我一向前倾它就容易撒出来 它是有鸡肉的 你们看啊 也是有鸡肉的 然后我发现它这个饭呢 所有的都是那个 最底下是碳 然后上面是中间是那个主食 比如说是米饭或者面 然后最上面是肉啊 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它这个制作过程 就是它生产一条线上 就可能有这个 那个汁的面 那个汁的饭 那个汁的不同东西 就先把汁放里 然后把对应的主食 倒流水里面放上 然后最后就加上最重要的那个肉啊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它的肉应该都是通用的 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所以这个鸡肉我们现在完全可以 想象它是没有味道的了 那么我试一下啊 继续确认一下 虽然不确认它已经知道 肯定没有味道 嗯 确实没有味道啊 不过这个饭呢 我就觉得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边又有豆角 这个豆角的味道还很浓 所以煮的时候啊 就像昨天一样 又吃又有这个炖豆角的味道 然后它这个汤啊 也很像炖豆角的汤 啊 东北吃炖豆角的时候呢 一是吃那个豆角很爽嘛 第二是吃豆角里边 炖豆圆里的猪肉啊 很爽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汤拌饭很爽啊 所以这感觉就像一个炖豆角拌饭的一样 这样一个 一个东西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泰式绿咖喱啊 很烫啊 因为这个是刚结束的 很烫 哦 虽然闻着很像炖豆角啊 但吃着是完全是咖喱味 绿咖喱的那种特殊的味道 嗯 相对于炖饭那个里边应该出现夹成米 但是炖熟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亚洲这个饭里边的米应该是不夹上的 但实际上它是夹上的 所以感觉还是有点奇怪的 但是它因为是泰式 还特意用了这个长粒的这个米 感觉真的很泰式 嗯 我们再试一下它这个豆角的部分 豆角的部分是 来家乡味的源泉是吗 试一下豆角 嗯 这个豆角就 这个不如昨天那个豆角吃的好吃感觉 嗯 那剩下的 就差不多了啊 这个豆角里边的青豆啊 给这个饭带来了丰富的口感 然后汤就是绿咖喱的汤 然后基本上整个就是这个绿咖喱的味道了 那么今天这个三个东西就试吃完了啊 今天试吃的是应该是我们做这个食品的最后最后一期啊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博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 拜拜